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球房在我家的Vivian 已经分享过很多不同水饺的食谱 高丽菜、韭菜、青江菜、素菜 甚至是玉米水饺都分享过 今天又要分享个新口味 酸白菜水饺 利用上回自制的酸白菜来做的酸白菜水饺 真的超级鲜甜好吃 没有自制酸白菜的没关系 买市售现存的酸白菜也是可以 但是当然推荐大家还是自己做一下酸白菜 因为简单又好吃 还没有添加物哦 超级赞 然后说实话这个馅料拿来包包子 或是做馅饼也一样很好吃哦 学会一种馅料 还可以变化出多种的中式点心 你看看你看看 这么juicy多汁的酸白菜水饺馅 立马来备料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一幕截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 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咯 之前有分享过 如何用压面机来制作水饺皮的食谱 但有朋友没有压面机 今天就分享手工来擀水饺皮的另一个配方 就把所有的材料混拌在一起 成为碎面片状 就拌到没有粉粒残留就可以 因为没有办法经过压面机反复延压 所以需要靠一些食材来增加面团的筋性 大概就是饮片这样的碎面片状就可以了 接着加入蛋白跟油脂 这个配方增加了蛋白跟淀粉的部分 主要就是让口感更劲道 猪油则是可以让面皮更白一点 然后增加延展性 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手工面皮的配方 大家可以试试看咯 接着就是把它们全部手揉成团 如果有机器的 当然直接用机器搅拌会更方便咯 不管是调理机、面包机还是搅拌机 都可以辅助揉面 大家就依据自己手边方便取得的工具来揉面咯 没工具的没关系 就乖乖像我一样手揉 先揉成团哦 表面有点粗糙没关系 我们静置松弛十来分钟 松弛之后等等就很容易揉光滑了 我们把面团分割成小面剂子 一个面剂子大概12克左右 新手怕难包可以增加到15克 如果怕面皮大小不一 还是要用秤测一下哦 接着把每一个小面剂子压扁压圆 可以把面剂子外表沾裹上足够的手粉 也就是面粉 主要是为了防止面皮沾黏在一起 可以先叠起来一起压哦 这样子可以压得比较圆一点 然后再把它们分开 然后再擀 就是把边缘再擀薄一点就可以包了 这个是我自己的手法啦 很多人很会擀水饺皮哦 我没说我很厉害哦 所以请不要来喷 说实话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压面鸡 来压水饺皮的方式 可以压得厚薄大小一致很漂亮 手工的就是很有手做的痕迹啊 不自制买市售现成的水饺皮也可以哦 接着来绞肉馅 我今天用绞肉鸡来绞肉馅 通常会用到三肥七瘦的肥瘦比例 太瘦的肉会太干柴 比较不好吃哦 瘦肉的部分可以选梅花绞肉 或者是后腿肉 甚至是小里肌的部位也可以 如果在家自己做呢 想不计成本 想要搅松板猪 我也是不反对 自己用绞肉鸡有个优点哦 也可以用一些鱼肉馅啦 或者是鸡肉牛肉馅 甚至是搅羊肉做羊肉水饺 因为的确一般的传统市场 或者是超市哦 真的比较难买到猪肉以外的绞肉 然后这个绞肉鸡也可以灌香肠哦 所以真的蛮推荐的 特别提醒哦 要搅的肉可以稍微的冷藏 或是半冷冻 既然机器都搬出来了 当然一起搅其他的材料啦 酸白菜的部分 切大块就可以直接来搅 我发现搅肉鸡来处理其他食材很刚好 因为大小可以一致 最后搅鲜香料的部分 我刻意赶了最小的刀头哦 因为想要把比较粗的扎给隔离掉 让它出来的都是比较细泥的状态 包括币脊也是搅比较细的状态 然后葱姜也都是搅成细泥 这样的馅料就吃不出鲜香料了 每次小朋友都说不喜欢太明显的鲜香料 所以搅细一点吃不出来 他们就不会挨挨搅 然后其他的调味料也一并加入 然后开始搅拌肉馅的时候呢 记得同一个方向来搅拌 把肉馅搅打出粘性 也就是有一点毛茸茸的状态 这个配方没有打水 主要是因为我加入了很多的 辛香料跟币脊 它们的汁液已经够多了 所以不需要打水 一样还是很多汁的哦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更爆汁一点点的话 你还可以加上一点高汤打水哦 最后阶段呢已经毛茸茸状状态之后 我们再加入一颗全蛋 一样是把它们搅拌均匀 本来用筷子 最后发现手下去还是比较快啦 最后完成阶段呢 我们再淋上些许的芝麻油 你要用香油 或是普通食用油也可以哦 就是让整个馅料更润口一点 馅料就完成咯 想更好包的 可以放冰箱冷冻一个小时 准备来包水饺咯 用自制或市售的水饺皮哦 其实都可以啦 然后形状 你很会啦 我知道 想怎么包就怎么包 只要可以包得起来 有人喜欢用打折的啦 有人喜欢糊口一捏一挤 变成元宝的形状 其实都没有规定啦 你只要馅料不爆出来就好了 很多新手会跟我说好难包哦 其实没关系啦 包起来会吃就好了啦 干嘛给自己那么多压力 又不是要开店 对不对 把孩子老公抓起来 随便他们爱怎么包啊 开心就好 或是像这样尾巴黏起来 变成Open奖的形状 也很可爱啊 大家就发挥创意 看想怎么包都可以 再看一次 这个版本就是水饺全部封口之后 两个脚脚黏在一起就可以咯 然后想多做的可以冷冻起来 彩色水饺皮之前分享过咯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多做的就冷冻起来 定型之后再分开 然后分装到拉链袋里 这个就很像市售的冷冻水饺一样 冷冻保存至少三个月不是问题 当然新鲜现做最好吃啦 彩色版本过年真的很喜气 大家可以做一下哦 现做现包当然要立马来煮一下 水大滚之后呢放入水饺 可以稍微搅拌一下 避免粘底哦 其实新鲜的水饺是很好煮的 只要煮到全部浮起来 水饺的外皮感觉有点膨胀 就可以捞起咯 冷冻水饺也是一样的 可以中途盖上锅盖 浮起来之后再点一到两次的冷水 也是感觉整体饺子有点膨胀的感觉 就可以捞起 淋上些许的芝麻油或是食用油 防止粘黏 就可以准备开吃啦 超好吃的酸白菜水饺 等你叫作业咯 其实煎成煎饺也很好吃哦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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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